台南著名小吃火燒蝦搭上煮出特調醬料 這鍋氣十足的炒飯讓老闆念念不忘 決定將這好味道原封不動帶回台北 讓北漂青年能以實惠的價格懷念家鄉味 這將位於台北市中山區巷弄內的小店石維仙 讓台南風味炒飯征服台北人的味蕾 那它最著名就是火燒蝦炒飯跟台南牛肉湯 然後我們就聊著聊著聊著 然後就它也有它自己的理念 之後回到台北之後 我們就過一陣子就覺得 這個味道在台北找不到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就想說就跟它再重新聯絡上 然後就看看有沒有可能它直接來台北 我們就直接技術直接轉移到台北的 為了復刻台南口味 主廚特地選用口感偏軟的火燒蝦 卻被顧客質疑食材不新鮮 對此它無奈很冤 它本身的口感它是海蝦 它吃起來軟軟 不會說會脆還是怎樣 所以說很多人 吃台北人應該都不能吃不下 因為它們吃脆的吃習慣了 那真正的海蝦它們吃不習慣 所以通常會覺得 你的蝦子不新鮮 其實不是不新鮮 但是它本身的特質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它們的菜都很整齊 腸材料都差不多 然後芥蘭也是很仔細很仔細的 我幾乎沒有什麼客人的反應 會吃到什麼文具的種類 主廚不但嚴選食材 連配角麻油也不馬虎 老闆驕傲地表示 他所選的麻油就算經過大火快炒 不僅完全不苦澀 香味也能完全封鎖在炒飯內 讓顧客讚不絕口 其實像麻油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也覺得說 其實在其他的地方 吃到麻油炒飯 很容易吃到到後來就再苦味 可是它們的完全沒有 然後是還有那個香氣保留下來這樣子 老闆透露 一開始開店的目的 是為了讓北漂青年 能夠究竟吃到家鄉味 但開店初期 卻因台南的全塘式料理 讓台北客人吃不習慣 最後成功調整成 既符合台北人的口味 又保留原先該有的台南味 我都跟他說 我要微糖 對 我要微糖 對 因為無糖就 就有點 就不是那個東西了 他後來也聽說 很多客人來這邊就說 你們這個吃起來怎麼那麼甜 他們就會說 我們就是台南的口味 客人就回答說 可是我們在台北呢 後來他們就慢慢慢慢調整 慢慢調整 調整到沒有那麼甜的南部味道 但是其實它該有的味道 它都有堅持住 這家餐館不但窗民激進 對食材處理上也非常仔細 不同於大眾對小吃店較有力的刻板印象 那就是我第一次經過的時候 就是看到他老闆他是用落地的開放式廚房 那我們點的餐點都可以看到老闆他現場 就是現點完老闆先做 那這樣子第一個我們吃起來也比較安心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既然老闆他敢開放廚房給我們看 那表示說他對自己的衛生 對自己的清潔 他是很有信心 很有把握的 他們店裡面 老闆都衛生啊 環境 要求的很 就是要求很高 東西如果有一點稍微 可能多放一天 老闆就不要了 所以他對那個食材啊 要求 然後還有各種口味的變化 我覺得都蠻用心的 老闆娘每天都要挑蝦糖 每天都要挑 手工挑 就是怕客人吃到嘴裡面會沙沙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東西真的很用心 主廚的炒飯不僅收到本飄煮的肯定 連香港來的學生都讚不絕口 其實我是從香港來的交換學生 我是住在這附近 不過快要離開了 因為我覺得他跟外面的 可能說一些連鎖的店 或是遊客的店蠻不一樣的 我覺得他的味道蠻地道的 還有他會有那種火氣 他的材料方面也是蠻特別的 例如說那個火燒蝦人 覺得真的是蠻真材實料的 我會不會有那種火氣 這個火燒蝦人 就知道我會不會有那種火氣 我會不會有那種火氣 谢谢大家